好 不过这边是要好好保护的物种 反观这边倒是对我们的生态造成很大的危害 在智月潭这边风光明媚 让游客流连忘返 但是水面下却是外来物种鱼虎肆虐 那原生种的鳍鲤鱼跟取妖鱼 其实很常受到鱼虎的攻击 就会因此造成了生态的浩劫 当地的鱼鳍数量锐减 那其实有热心的民众 早就发现了这个鱼虎的问题 它因为生性凶猛没有天敌的关系 所以会导致它这个捕抓的进度 完全比不上它繁殖的速度 所以这下只能靠当地的民众 很热心的关心起这个鱼虎的问题 手拿手机开着竹筏 就在台面上面搜集鱼虎的踪击 而且还在网络上面随时更新资讯 才总算让相关单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竹筏行驶在日月潭上 往湖边一看 经常能发现鱼虎的踪击 而且是鱼虎妈妈带着小鱼 变成一大群的鱼虎球 日月潭鱼民一等高 和鱼民在湖面上捕捉外来鱼种鱼虎 一个早上就能抓到两三百条成鱼 这些成鱼活动力超强 不久前还是鱼球 剖开鱼虎的肚子赫然发现 里头还有日月潭的另一外来物种 玻璃鱼 现在也成为鱼虎的食物 鱼虎生性凶猛繁殖力强 造成日月潭生态浩劫 原本的鱼种几乎消失 去年我还抓得到那个本土的吉利五波鱼 但今年就抓不到 一等高长期关注日月潭生态 常常一手拿着手机 一边开着竹筏拍摄鱼虎踪击 随时把鱼虎讯息po网更新资讯 终于引起相关单位重视 开始捕捞鱼虎 不过渔民的捕捉速度 比不上鱼虎繁殖速度 日月潭原生鱼种面临灭绝危机 当地渔民希望相关单位 能加强防治力道 保护日月潭的生态 华世纪文化主义赵云光周大祥 南投报导